另外台东地区13号晚间也发生一起车祸 21岁的蔡姓休旅车驾驶和双载的19岁谢姓女机车骑士 发生了车祸意外 机车后座陈姓女同学因此掉到田里头一度找不到人 还好热心民众赶快帮忙找 最后找到这个女生 而这两个女生都没有生命违线 而车祸的原因还有待警方釐清 从休旅车的行车记录器画面上可以看见 骑乘机车的谢姓女子从车辆的右侧撞上 而强烈的撞击 让机车后座上的另外一名女同学 整个人飞入前方的稻田里 而刚好路过此地的热心民众 则是立即加入搜寻女同学的行列 一旦二十月后我自己要跟我们换这个换的 换这个换的我最想叫这个车祸警察 叫我换的他在哪里找到我 在哪里没看的人 没看的人后来停在路边就搭车 我问说这两个人也没看的 所以不知道停在用七点在搭车 我看了两个车祸 一个比较好一个 整个车祸 这起车祸事故 发生在昨日晚间7点30分左右 一名21岁的蔡庆休旅车驾驶 与霜载的19岁谢姓女骑士骑乘的机车 在市区的临海路二段 与丰盛路150巷的巷口发生了插状 而兄女车驾驶表示 自己准备要过弯时 当车头转过去一半就听到机车撞伤的声音 而警消货报到场后 也立即将两位女同学送医治疗 同时也针对双方进行九车 我车身已经转弯过半了 我才看到他们 他们是撞上来飞下去 经远景道场了解 系蔡姓民众驾驶至小客车 与右后方同向同车道 骑机车的谢姓民众发生交通事故 导致谢姓民众及乘坐机车后方的 陈姓民众受伤 经送医后无大碍 双方皆无饮酒情形 所限这起车祸 两位女同学并没有生命危险 经过送医后均无大碍 而详细的造势原因 则有待警方调查中 台东减分局也呼吁 车辆在路口转弯时 务必注意前后方状况 以维护自身以及其他用路人安全 记得陈吉林台东市报导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